感恩两位主持人,感恩泰斯坦大哥肃琴 感恩导师,感恩宇宙,感恩天地 感恩今天全部上线的家伙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那其实不敢当 其实刚刚启芳还在想说 这一路上以来 其实启芳是比较资质努顿的 那在接触超级生命密码之前 启芳并没有特别的接触过 什么所谓的修行团体 那只是所谓的跟着 拿香跟着拜 什么意思 就是初一十五啊 然后如果有什么那个 初一十五大家都是 妈妈就说要去拜拜啊 然后求个平安就去了 那可是呢 说到修行 是完全是一位门外汉 那在我记得那个时候 其实跟大家分享 其实齐芳也是台北人 那我是在2014年才搬到台中来 所以呢 其实在那之前 就是台中是没有什么朋友 那那个时候搬来之后呢 我就想说 我可不可以找一个 就是有 参加一个读书会 多认识一些人 那后来呢 就是也很幸运的 就是有一次 说起就是 齐芳还没有接触到超马之前 其实 那应该是一个所谓的 抛家弃子的女人吧 怎么说呢 因为啊 因为就是 齐芳都一直住在台北 然后家人啊 朋友啊 同事全部都在台北 那 那个时候我已经 就离职了嘛 我已经辞职了 可是呢 就是我是百般不愿意 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 然后我就百般不愿意 后来只好搬带了台中 可是呢 齐芳那个时候 我就跟红尘一般人 想的是一样 那我就觉得 为什么老公可以有梦想 那为什么我不可以有我的梦想 那所以我还是很执着 那虽然住在台中 但是 我大概一个礼拜七天 我有三天是待在台北的 他在台北做什么 追求自己的梦想 可是呢 因为就是 没有智慧 那很多事情 我也没有 想清楚 弄明白 那直到 那 每一天呢 都觉得 不知道哪里怪怪卡卡的 就觉得心里也是不太舒服 那有一天呢 我记得 我在 搭高铁的时候 那你知道 台中的那个高铁月台 它是在那个上面嘛 然后他看得到 就是天空 然后我就对着天空 天空中的太阳 说 老天爷啊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方法 然后让我不要再这么痛苦 但是啊 各位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痛苦 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所以呢 我只觉得自己很痛苦 那几天后呢 我就接到就是我接引人给我三本书 一本 疗愈权力 一本千年之约 然后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那我接到那个书的当下 我觉得有一点讶异 因为各位你知道吗 因为各位你知道吗 就是平常没有在看那个课外读物的人 看到那个超级生命密码 这本书 觉得它还蛮厚的 然后会吓一跳那样子 然后呢 我就在想说 我的朋友为什么会送给我这三本书 尤其是超级生命密码 我就想说 难道他看到 我脸很不开心吗 然后呢 但是我还是没有马上把它翻越 我就把它放在台北的家 然后我就回台中了 就某一个晚上啊 就这样这样下雨嘛 下得很大 那其方就想说 没事嘛 不然把它拿出来翻一翻好了 那也很奇怪哦 我一翻的时候啊 我翻了大概 没多久 然后我就很想睡觉 那我就想说 好吧 那就密一下好了 灯打开着 又没想到 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不信邪 我就还是这样 就又睡着了 那就后来就继续把它看完 它看完了以后呢 就是要参加那个 当时说的读书会嘛 那我去参加读书会了以后呢 我就问着像这样子的主持人啊 蔡山大哥跟肃琴啊 这样的主持人 我就说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 就说知道要看弟子轨嘛 那我就问主持人 就说 我会问一个问题 我说 那个蔡里旭老师 怎么那么奇怪啊 她为什么叫女人 要在家里带小孩 我说蔡里旭老师 难道不知道 我们现在 那个没有两份薪水 是没有办法过活的吗 我当时的疑问是这样 然后呢 主持人也很有智慧哦 主持人就跟齐芳说 齐芳 再回家看一遍 我就说 好吧 然后我回家看了以后呢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是在十月接触到的 然后 我大概在过年前 一月初 我就下定决心 我不要再做这样奔波的 抛家弃子的女人了 那所以呢 从那一刻起 就是齐芳就慢慢的去 转变自己的生活境 那原先呢 你想想看 这样抛夫弃子的女人 他是一定跟先生的关系是不好的 没错 是不好的 那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那个那天 我还去那个早餐店 早午餐店 然后一个 还算不错的早餐店 结果呢 因为我的 我写了一句 就是让先生觉得很愤怒的话 然后先生就 一通电话就打过来了 然后呢 那个时候的 其实能量太低了 然后智慧不开 所以呢 就在那个 当下 那个餐厅 还有很多人在用餐的时候呢 就突然对先生大吼 然后呢 吼完了以后呢 结束电话了以后 赶快把电话挂断 然后赶快去结账 然后就跟店员说 对不起 对不起 然后赶快落荒而逃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还没有接触到超码之前 其实就是我值很大 那接触到超码之后呢 就知道说 其实自己都没有做到 就是一个当太太刚当妈妈的那个本分 所以就是回归 回归家庭 那在这个反求租集当中 就知道自己很多事情便没有做到位 那再来说说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路的过程当中 刚开始也不是很甘愿做那个玫瑰刑法 那我看了那个导师的著作 德香女文化 每一个字都看得懂 可是呢 你要我做 我就觉得好困难 怎么会这样 那就是慢慢的这样子一路熏陶当中 借由心法 然后就是每一次的那个忏悔发愿当中 自己去看到自己的那个缺点 然后并慢慢加以改正 那所以呢 现在先生也非常体贴 那虽然呢 他是一个比较大男人主义的先生 但是我觉得比起以前 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善太多太多了 那再说说 其实重点是重点来了 重点呢 是就是我们的小孩 那其实 因为其方非常晚结婚 那所以呢 我们经过了大概六次试管之后呢 我还是没有办法生下小孩 所以我们就去领养一个小孩 那其实呢 这个在 这一路上 其实这件事我没有分享过 就是在我还没有 就是在做最后一次试管的时候 我们刚好认识了一个朋友 然后那个朋友就刚好 帮我介绍了一个师姐 那个师姐在台中 那说也奇怪 那个时候其方 完全没有跟这位师姐见过面 可是就很想 很想要自己最后一次 决定的试管可以成功 那我就跟这个师姐 透过电话联络 然后呢 师姐就教我念了一个什么 六字 六字咒 不是六字大明咒 那到底是什么 我完全给他忘记了 因为不想再记得这件事 那其方其实是一个 就是 睡觉呢 就好像那个 一倒头就睡的人 所以呢 做梦很少 然后要做梦的话 也不太记得 可是自从我每天念了 大概一万 一万次的那个六字咒之后呢 我每天都做梦 然后每天都会告诉他 然后呢 你告诉他之后 他就跟你讲说 你可能怎么冤亲在主啊 干嘛 然后大概总共前前后后 我大概就花了大概一万多块 去做这些所谓的那个 了结冤亲在主的事情 可是呢 我记得很清楚 我大概在 就是那个时候是在试管期间 然后我就知道 我在倒数几天 我就知道就是我的 没有成功 我在梦境里面 我就知道了 那后来呢 就是以我因应 就是我 就是我公公婆婆 其实他们对我很好 那他们希望就是 还是要有一个传宗接代嘛 然后他们就说 哎 可不可以去领养 后来呢 就是其方才去领养 因为我觉得 他们对我这么好 然后那也是他们唯一的 也是最重要的心愿 那我就去领养了 那领养来了之后呢 就是这背后是有一些故事 那这些故事呢 就是也是透过儿子在梦里 他睡了超级生命码这本书以后 然后他在梦里告诉我的 然后可能就是 大意是这样子 大意是说我们以前是同学 然后我是那个 把他欺负的很惨的同学 然后那个欺负很惨 惨到什么程度 惨到就是 因为我嫉妒他的一切 因为我那个内饰里面 我是孤儿 我嫉妒他的一切 所以呢 后来呢 我把他欺负到 就是这整个小孩的心性都变了 从一个很善良的人 变成一个就是 坏孩子 那所以就是全部的人都 没有办法信任他 所以他在那个梦境里面 是就是他把我杀了 那至于有没有 是这不重要 所以呢 我就知道说 导师讲的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生很重要的功课 那其实呢 刚开始我并不知道 儿子有那个 就是故动的症状 我完全不知道 直到我去拉斯维加斯 2019年7月去拉斯维加斯 那是我有写拔苦嘛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跟孩子的教养方面 很难沟通 那回来了以后 大概11月参加了一个 就是他们机构 就是台南一个机构办的活动之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儿子可能有这些的症状 然后慢慢的在 就是处理治疗当中 那上一次呢 就是上一次 前几次的那个 雨失星空夜雨里面 那很感恩 很感恩就是有这个机会 那我刚好就是最后一位被抽到 那我就问了导师这个问题 那导师告诉我说 儿子现在呢 应该就是处于处于那种所谓青春叛逆期的状况 那当导师这样讲的时候呢 那我就知道说 其实导师已经帮我化解掉一些负能量了 那所以我也很感恩导师 那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啊 每一次导师举办的这样子的大型活动 他都给我们很多机会 我们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梦想舞台 我们可以去建议一些更多更多人来 那就是最后引用就是导师在那个 上一周的网络工修课程里面讲到 导师有借由这个 全球客家邮报 李社长的那个问题 那导师来提醒我们是什么 提醒我们 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名称叫做圆满爱幸福报道 那如何圆满爱呢 就是这之前呢 我们要先把这些恩怨情仇给抛掉 那当我们可以抛掉这些恩怨情仇的时候呢 就会像幸福报道这首歌里面讲的 就是韶光意识 然后岁月如刀 然后现在开始读苗 幸福报道 那就是我们要利用最后剩下的这一天 然后我们赶快再来尽我们的能力 再去邀约更多 下来要有缘人一起进来共振 那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幸福圆满 好感恩大家 这以上是齐方的分享 感恩好